Hello,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 这一期呢,继续教你们关于拍Vlog 如何拍出高级的运镜来 我整理了四种比较简单的运镜 大家一学就会的那种 第一个,先教你们我最常用的 人物他在笔直的行走的时候 拍摄的角度可以跟他是平行的 可以拍出 同步的那种视角来 肯定有人要问了,如果没有稳定器 怎么拍出那种很平稳的感觉呢 季老师首先自己就没有买稳定器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如果拍水平行走的那个镜头的时候 我会后期把它放慢速度 升格了放慢速度之后 就没有那么抖了嘛,那个镜头 但其实如果说稍微有点抖动的画面 也没有那么难看 因为他有一种呼吸感 就是那种电影镜头的呼吸感 你在走路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上下慢慢晃动 那个感觉,其实也很好了 第二点呢 就是很适合出去旅行用到的一个运镜手法 就是人物不动 人就在那原地转圈 或者发呆 玩手机 抓头发 各种都可以 但是拍摄呢 他可以是后退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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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物不变 那个场景就慢慢的变得很大 对吧 他就能把很好看的一些建筑呀 很好看的一些场景给拍起来了 第三点 就是低角度运镜 你们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发现 我还蛮喜欢拍脚的 就是比如说在行走的时候 你如果老拍一个人 你老拍他背影正面 其实会很无聊 对不对 有时候你就可以拍一些细节 比如说脚步比较走 就没有那么单一和枯燥了 第四点呢 就是环绕运镜了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稳定器的 当人物主体站在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不动 然后拍摄者可以绕着这个转 也可以说人物主体跟着视频转 怎么讲 就是人在这样顺时针转嘛 然后那个机位也是那样顺时针转 也可以呢 就是人物逆着转 然后机子还是顺时针转 都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种三种方法可以拍出 三种感度的画面来 这种感觉 就是人物逆时针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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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这么多你们有没有学会了呢 我觉得这四种简单的运镜 都是非常适合拍Vlog使用的 希望大家拿起相机或者手机 赶紧出门出去拍Vlog吧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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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